念夜神阿弥陀佛 消八十亿劫生死中罪 佛号消夜长 什么法门都比不上 我们可不能俗乎这一句 所以夜长中为什么不念佛 很多人俗乎掉了 认为念佛了不如找一生 一生之病是一丈 还是求医 效果显著 念这个佛号 效果好像太慢了 不能进去 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 我们对佛号认识不清楚 念佛的时候 对佛号有疑问 有怀疑 所以 效果不正 为什么那个得中病的人 癌症末期 医生宣布他死刑了 存活的时间只有一两个月了 这个人 知道自己只有这么长的寿命 每一天拼命念佛 念上一个多月再去检查 病好了 为什么他有效果 他没有怀疑 佛号就产生效果 又怀疑 效果就没有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 大小陈经上都说到啊 佛不骗人啊 智行一处 无事不办 我只要把心放在一处 阿弥陀佛名号上 什么事都能够办 阿 这个身体的毛病 这算什么呢 小四一桩啊 纵然寿命到了 你有大怨 要帮助众生 要传承尽宗 念寿命自然延长 这些一处 这一句 经文 许多经文上都有 那疏忽的人太多了 你知不知道 都知道 都能够说得出来 就是信心不足 这信心难了 真正信心太难得了 那么 那么 尽忠 像我们代言往生的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得到 圆满的 四十八元的价值 那四十八元 第二十元 我们这个本集 第二十元 借助阿维悦知菩萨 阿维悦知菩萨 就是得涅槃分 对阿维悦知菩萨 庆祝菩萨